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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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第二章22-40 福音的主题 献耶稣于圣殿 2月2日教会庆祝 玛利亚和若瑟奉献耶稣于圣殿 礼仪中有祝圣蜡烛并游行 显示天主是一切光明的泉源 耶稣基督争光照耀时节 虽然圣母和耶稣是至尊贵至节的 远超过法律之上 是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 但是按照梅瑟法律 守生子要奉献于天主 满了取节日 玛利亚同若瑟便按照梅瑟的法律 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 奉献给上主 就如上主的法律所记载 投胎男儿都应奉献给上主 以及为刚生子的母亲行取节礼 一切犹太人在生育子女之后 有一段时间被视为是不节的 不能参与圣殿中的任何礼仪 直至日期满了到圣殿领受司祭的祝福 并要献上规定的祭品 取节礼才高完成 在这里圣母也不例外 他们完全遵守了 首先献长子及投胎生畜给天主的礼仪 是梅瑟所规定的 为纪念天主旧选民出离埃及 这里所说的祭献是圣母的取节礼 生子四十天应进圣殿取节 若家境富有 因献一岁的羔羊 只一对鸽子做祭品 若家境清贫 只献一对鸽子或斑鸠 也就够了 圣母献了穷人的祭品 他们按照上主法律所规定的 献上祭物 一对斑鸠和两只除鸽 福音祭述 一位老人西莫昂 他是耶路撒冷宗教团体的成员 热心恪守上主的法律 正义虔诚 具有信德 日夜祈祷 期待渴望墨西亚来临的安慰 在圣神的启示下 直到自己离世之前 必会见到上主所应许的基督 他终于亲眼看到了 且抱在怀中 可想而知 他心中的喜悦 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 婴孩的父母正抱着他走进来 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 西莫昂就双手接过他来 兴高采烈地赢了一首美丽的诗歌 说出婴儿将来的伟大使命 就是拯救人类 并使一帮的民族 见到天主的光荣 赞美天主说 主啊 现在可召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之前 早已准备好的 他要成为启示列邦的光 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 西莫昂的诗歌 教会 自古以来 作为夜岛颂徒的每日礼战 另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知 亚纳 也获得目睹 救世主的特恩 前来称谢天主 并向耶路撒冷讲论孩子 这次 耶稣的父亲和母亲 就经意 西莫昂关于 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这里圣路加有意地将 若瑟的名字 放在前面 并称他为 耶稣的父亲 因为按血统 虽然若瑟不是 耶稣的 生生之父 但是在法律上 和社会上 他确实是 耶稣合法的父亲 具有父亲的地位和法权 因此在圣殿中 所举行的 就正是法律所规定的 接下来 西莫昂转而向 玛利亚预言 他在天主的救赎工程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着密切的关系 宣布了圣母的一生使命 看 这孩子已被立定 并使以色列人 许多人 跌倒和父亲 跌倒和父亲 指出人们因信与不信 而分裂为两派 跌倒就是 相信的将得救 不信的将丧亡 父亲 是指跌倒的 只要悔改 仍然可以得救 耶稣来世的使命 是为救赎整个人类 而这个使命的完成 必须有圣母通力的合作 才可以完成 从耶稣出生到受苦难 死在十架上 复活以及升天 生活中的每个阶段 与耶稣最为密切合作的人 就是圣母玛利亚 他与耶稣一起忍受苦难 至于你 将有一把利剑 刺透你的心灵 为叫许多人心中的 思念显露出来 指出母亲和儿子一起受苦 将使善与不善的人 信与不信的人 划分清楚 最后 使我们省思 社会问题 不少人 有时会钻法律的漏洞 尽可能地避免 法律的约束 进行淫私舞弊 投机取巧 图谋暴力 违反人权 伤人尊严 行非法的行为 今天的福音 让我们看到 耶稣父母 遵守法律的榜样 本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远在任何法律之上 没有什么法律 可以约束的 可是他们紧守地 遵守了一切的法律 连最小的细节 都不舒服 让我们做个奉公守法的人 脚踏实地地活出 信仰的生活 阿们 感谢您的聆听 天主保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